恭喜太陽或上升金牛座的朋友 在我電腦壞了的情況下 因為你們上期星運的Youtube反應 綜合了視頻和留言和讚好 因為你們是排在第四的 拿到一個電軍 所以今期星運都可以出到你們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最後的幸運熱 除非我之後還有時間 恭喜你們沒有半分鐘 我又要收回這個恭喜 因為今年的農曆五月都比較多 但放心 正所謂好似多毛 但最後會加大歡喜 但對你們的情緒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首先我想說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上個月農曆四月的那期星運 我好像說過 好像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都沒有特別去檢查 因為已經很忙 我是說過你們職場上 會開始放鬆了 輕鬆了 尤其是你們上司可能不要那麼瘋 但是呢 慘就慘在 來到現在呢 那個瘋雞又回魂了 他又回來折磨你了 尤其是如果他是女人的話 OK 可能他威脅你 不讓你升職 不讓你發圍 諸如此類 又或者 好 我當在職場上 你真的有一些 博到表現的機會 真的當給你升職 但是呢 會忽然之間是很辛苦 真的 喂 你升職 不是純粹給你一個名字 原來真的要有相應的付出 OK 還有 不單止是 做的事情 你可能有時之間 適應不到 又或者呢 你和提拔你的那個人 開始有少少衝突了 因為他可能真的 推了很多東西給你 然後令到你有點不滿 又或者你和其他的高層 都會有少少相處不利的狀況 所以呢 你有機會 會考慮 轉身工 這件事都是人之常情的 即是有時 你已經 挾持著一個更加高的名字 那你那個CV可以更加漂亮 那你就打算轉身工 好 那 Speaking of bitch 轉身工 即是找一些新的裁員 新的工作機會 那農曆五月呢 你們都真是很 eager 學一些新的東西 去開拓一些新的財路 OK 那記住啊 是一些新的財路 即是這裏是一個重數來的 那所以 真的可能你們會想同事是學 我不知道 或者同事去找工作 找 什麼叫同事去找 即是當然你找工作 你都是一聲聲 我CV傳給很多間機構的 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你會想著去 做一份full time 再做多份part time 是的 再做一些freelance 或者我可能 當你真是 無緣無故去學很多不同的新技能 OK 因為這裏其實是真的 好 因為這個升盤 是很強調的 那個多的狀況 很多重數 很多options 給你選擇的狀況 而你是 有點貪心 你是真的想一次過都拿了這些 不同 身材的機會 OK 那 尤其是透過學東西 是的 所以 我都不會說 其實你 必定是去 轉一份新工 而我會覺得你 真的可能想去學一些東西 那 現在 市面上 都很多東西是可以學 即是做一些 自己的小手藝 那些什麼插畫 學那些什麼手工做 然後又去學 不知 搞這些搞路 所以你同時想在不同的範疇 去 去 開拓自己的財源 以 抵消 你工作 方便 如果真是萬一 你屁股不老 那你都穩定 你穩定很多條後路給自己 這個是你的心態 但是呢 在 你要去同時學這些不同的 生材技藝方面 即這條路 到路上面 其實它會有很多的取捨 OK 例如 我當你同時學A 又同時學B 但是他們會有一些 schedule的conflict OK 又或者你不夠學費 或者 喂 不夠精神 做人都不夠精神 去同時去 兼顧那麼多東西 一心二用 是不是 還有可能就算 我當原來學這些東西 去跟你本身份工都會有衝突 因為 我當你真的份工很忙很辛苦 尤其是我當你升完職之後 你根本就已經要很多新的東西應付 然後你還要 在工餘時間去學新的東西 你不用睡覺 你一天有四十個小時用 OK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會令到你有很多的取捨 但是 金牛座你真的比較貪心 你真的 很多東西死活著不放 你不肯去forgo 這些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你是被扯到自己 是瘋了 OK 還有 其中一個你想去學這些 生材的這條道路 但是可能他跟你的性格都有點不合 尤其是哪方面呢 就是說 我當你本身那個 不是說當 就是根據這個盤 原來 有 就是 有時候你本身那個過剩比較木立 OK 比較慢熱 不是很快可以很open up 對別人的 OK 甚至嚴重一點的話 不喜歡接觸別人 有些難兵兵難目 但是偏偏這些 這些 新的生材機會 原來是需要你社交的 是需要你和大家是打成一片的 OK 我當 我當可能其實是這個學藝的過程 你真的要上一些班 然後整班人要經常在那裡聊天 那你不是很喜歡 或者可能 這個生材的 這個career path 它是必須要你和人去 有很多的相處 例如什麼呢 我都想不到有什麼例子 唉 算了 我想到了 我當你忽然之間想去學 怎樣做那些play group 導師 OK 搞那些唱友班 那 但是 Eventually 其實 你最後 會不會真的 喜歡去接觸一大堆小孩呢 和一大堆媽媽呢 OK 所以可能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放在你面前 然後周圍有些人慫恿去 你去學多一件事 以後可以去做多份工 賺多點錢 但是 暗碼底 你又覺得 其實不太適合我成交 所以 其實 就算有一些新的賺錢機會 都和你好像有一點點無緣 OK 有緣無份 那 講起 Open up 這些 我想說最近 你都忽然之間很感情 很想Open up 是的 雖然即使我當你本身的個性是很木立 OK 但是經常想和人有很多很耐心的交流 是的 但是 somehow是苦無對象的 所以呢 我忽然之間想了一個想法給你 就是說 我當你真是去學新的 大家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學員 同學仔 或者是導師 就是 就算你學這件事 最後 不能成為你職業一部分 但是 你不妨當作是一些新朋友 是的 以 解你的植療 內心的植療 因為 農曆五月 你們忽然之間會比較感情 有一些很 尤言而生的孤獨感 但是很難去排遣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對象可以幫到你 是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去認識新的人 透過同學仔去確扶一下自己的圈子 這個是讓你去排遣植療的一個好辦法 尤其是跟女性的同學去認識一下他們 那 回答一下爹 那他們可能 分分鐘成為了你人生以後重要的新朋友都可以的 OK 好 Anyways 講了這麼久這麼久的事情 全部事情 不需要太快進行 Wait and see OK 最好就等水液過了 因為這個水液過了 因為這個水液對你們的影響是比較嚴重的 對金融族的朋友 還有說真的 水液 其實其中一個common theme 每次水液的common theme 就是我們學習的時速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馬上去學習的話 但是很多東西你都會吸收不到 不入腦 還有我當 根本在搞這個課程的過程 你報名的過程 都會有很多不知行政上的失誤 因為其實水液又是經常講這些文書上的錯誤 你交了學費的 接著他們又收不到 接著你那些schedule偏僻混亂 OK 所以 以政制度 因為你們越搞多事情 這次這個水液對你們的影響就會越大 還有尤其是人生的一些大變動 金融座朋友 麻煩聽著 面對一些人生有機會的大變動 例如搬屋 轉工 轉行 甚至是移民 不要想著 你們越想越會越頭痛 OK 壓力很大會崩潰 會焦慮 會睡不著 會抑鬱 癡癡 精神分裂 輕挑驕傲 無敵無實 有犯罪傾向 甚至越經濺緊張 哈哈 知不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 什麼的illusion 我不妨趕白一點 簡稱 無定向喪心病狂 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 是的 就是 家有喜事的 但是 這個開玩笑 輕鬆一下 OK 但是你們越想越 對身體越容易造成一些 精神上心理上的問題 所以 等這個新月 因為這次這個新月 其實同時是伴隨著一個入環食 在雙子座 OK 那這次這個new moon 其實宇宙 真的在你們這些工作 轉工 轉行 OK 職業 甚至 帶到移民 或者搬屋 轉地方 什麼都好 其實會開一條新的路 給你們 OK 所以任何事情都等水溢之後再行動 這個我會覺得是 我這次在這個新聞片段 給你們最大的一個提示 因為 我之前一直說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你們要去催急避空的一些方法 但是原來最後樹途同歸 唉 等水溢之後才搞 這個 這次這個新月 兼日環食 會幫你們洗手一些 不值得去要的東西 OK 就算我當作是 真的有些新的生材技量給你去學 但是可能過了水溢之後 你就會 不想去學 OK 唉 耳性制動 什麼都等水溢過了 OK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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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些什麼都 因為耳性制動 不要太快和別人去說 OK 其實你太快和別人說 很容易造成一些錯誤 而容易得罪人 OK 例如我當什麼呢 對了 真的有說回你職場那裏 你曾經跟上司暗示過 唉呀 我課餘呢 或者我週末呢 我會去學些什麼什麼的 OK 但是 可能 就是 正所謂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他會明白到 喔 即是你穩定後路轉工啊 喔 那我遲些 裁員 我可以先解除你 或者我穩定一些人去頂你的位置 OK 總之這個水域呢 是很影響你們 向這些career path 或者這些人生大路向呢 他會很容易造成一些溝通誤會的 而影響到你的 OK 所以 哎呀問題是神水域先 現在 你們靜靜地 OK 什麼都不要吵 不要吵 那就是一個自保的最好辦法 OK 唉 今期 今期你們 你們 這裏是否有很多不同的訊息 是不是很亂 這裏 是水域 要給你們一個提示 OK 就算我 我相信我講也講得有少少亂 但是 對不起 因為這裏真的 不同的訊息是千絲萬縷 OK 所以如果你們是 就是 can be bothered to 就去抄低一些不同的重點 然後你去看清楚一些物落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是息息相關 正所謂牽一髮移動全身的 但是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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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注意交通 是的 放心不會說嚴重到什麼交通意外 有死傷那些的 但是起碼 不要說mitch了班車 或者是 有時候交通制室 遇到這些情況 那就要早點出門頭 OK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B, YouTube 都記得要 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新聞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衡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衡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啦